上集提到其中一支義軍的首領英鮑 想北上與漢良會師 當時漢良在夏皮屯軍休整 休整一段時間後 想找機會北上與秦軍作戰 帶兵來到彭城 當時彭城出現了一個新的楚王 這個楚王是何許人呢? 正常的楚王應該是陳盛 但後來大家都知道陳盛兵敗被殺 這個楚王是陳盛的其中一支分支 其中一支義軍叫秦家 湧立的楚王叫景區 是一個楚國的貴族 秦家在陳盛起兵後 帶人到山東 譚城起義 響認陳盛 當時陳盛派出武平軍伴 前往譚城擔任將軍 指揮秦家的部隊 但秦家雖然聽從陳盛號令 但不服武平軍指揮 他就告訴自己的部下 這個武平軍 年紀太輕 根本沒有經驗 不會帶兵打仗 你們不用聽他說 不過 秦家又偽造陳盛命令 最後 殺了武平軍伴 他自稱大司馬 當時大司馬就是最高軍事的統帥 而當時陳盛因為四面出擊 都沒有餘力跟秦家認真計較 而我們之前聽過不同的集數 都知道陳盛下面都出了很多二五仔 所以他自己內部都很亂 很難去處理那麼多的半變 當時也是有他 秦家聽說最後知道陳盛兵敗 立了警區為楚王 自己仍然擔任大司馬 掌握實權 漢良打進彭城 秦家率軍擋住漢良的去路 漢良早知秦家 都不是好人 打算趁機將他消滅 漢良召集將領 商討用兵大計 他對各個 將領說 楚王陳盛首先起兵 已經戰敗出走 死亡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這個秦家 就背叛了他 令立警區為王 真是大不道 當時仲將就議論紛紛 要求出擊這個秦家 漢良 就決定分派各支不同的隊伍 作出部署 打算出擊 決戰這個秦家 第二天 兩軍就在彭城東邊的郊區 擺開這個陣勢 漢良本身是 以前楚國的名將 大小戰陣都經歷很多 不過自從 今次 起兵 以前在國內打 以前都未起事 今次就是起事以來的第一仗 所以他就有意 在眾人面前 建立威望 賣弄一下自己的本領 他就 和漢良親自率領 江東的子弟兵八千 直衝 秦家大刑 真是刀光劍影 殺到秦家 片甲不留 而當時 因為 漢良和漢宇的騎兵 真是很厲害 打到 這個 秦家亂了 出現了人踩人的狀況 將 秦家的大刑 衝散 秦家節節敗退 漢良就追至一個地方叫湖嶺 雙方 在湖嶺 足足大戰了一整天 由早上殺到黃昏 漢良和漢宇身先士卒 數次衝入敵陣 連斬 秦家手下十餘大將 秦家見敗局已定 打算 走路 漢宇 怎會讓他走 立即 衝上前面 和他大戰 十幾回合 把秦家 打倒 殺死了 小弟 讀了中史 歷史故事 接觸不同的人物 這樣說 人們說三國演義 呂布好打 但我覺得 真真正正的統率軍隊 加上他個人的戰鬥力 降義真是無出其有 正所謂 有句詩 詞 力拔山蟹 氣蓋勢 真是有那種 氣吞山河那種 厲害的程度 所以 他真的可以這樣說 100場仗 打贏99場 你真是要跟他 正面交鋒 真是很難贏 打到 這個秦家 一敗逃地 死鬼埋 警區本來就是 秦家的傀儡 見秦家已死 蒼黃 逃到魏國 但中途 被漢良軍 追上 殺死了 所以在歷史上 無端端在民間被人捉了回去做快女軍主 可能開頭很開心 但最終每個人都是悲劇收場 因為問題 根本不是靠你自己的實力上位 那些軍隊所有的東西都是不服你 你是被人控制 例如 例如 漢羽已經 予逆漸鋒 對手已經不是他那一筆 我還要靠你這個快女皇帝 幫我做那個 我們叫明不正 則言不順 做那個號召 或者精神 你們不需要 但你是阻頭阻勢 阻住我 登位 最後一定找一些 不明耐力的原因 將你堆壞 但這個 這個 警區 更加不是明正言順推舉出來 是那個秦家 隨便找一個人 說是秦國 楚國的貴族 沒有得到正式的認可 所以 他的結局都是很慘 漢良擊破了秦家之後 進軍山東這個地方涉城 在那裏召集 朱將商議 進軍攻打秦國 當時 佩宮 佩縣這個地方 其中一個首領 劉邦 亦參加了 康梁說 朱偉都是響應 楚皇陳姓的號召 起兵反巡 我都是 假托 陳姓的名義 之前有個叫趙平的將軍 他都是假借陳姓的名義 道綱不上 現在 消息已經確實了 楚皇陳姓 已經兵敗身亡 女臣和英報兩個可以做正 現在 義軍群龍無首 大家怎麼看 這句說話 其實 都可圈可點 究竟是否漢良自己想做領袖 還是他真心問人家有什麼看法 這個都真是不知道 可能我覺得漢良也有些想做自己做頭的 但都 冷是聽大家的意見 很多人接收的概念 或者內心都是想 不如立個楚皇 做大家的領袖 去帶領大家 但究竟 怎麼搞呢 哪裡找過這樣的後人呢 因為始終漢良都是一個楚國的救臣 現在他打正的旗號 是恢復 這個楚國 當然不是自己做 做這個大王 所以 但是他 背後他都是想自己去帶領 不過 現在未是適當的時候 就是自己自立為王 因為身份的問題 當時有個老人家叫做范曾 范曾是一個 在哪裡人呢 安徽巢縣人 當時他年過七十 算很老 因為以前 那些人都是 五十多六十歲 他就死了 所以 都說了一句說話 人生七十古內氣 所以 范曾算是很老 也算是人歲 他年過七十大 仍然非常有智慧 熟讀兵書 足智多謀 漢良就請他進來 一起商量大事 他就問 老先生 你有什麼 意見 有什麼高見 可以 指點一下我呢 范曾就說 我 特利是為 大王 去到獻賊 在下 在下洗耳公廷 老先生 你 儘管說 如果 有道理 我一定會採納 范曾就說 哎 陳勝兵敗 自有他的原因 其實 元祿國入面 楚國就最大 人口就最多 而我們是最痛恨 楚人 是最痛恨 尋循國人 他們日夜都盼望 重建楚國 陳勝起兵之後 他根本不懂得 利用人的心理 他不立楚王的後代 反而自立為王 這就是 失敗的原因 所以他就得不到 楚國人的擁護 但是將軍不想以來 重將歸父 完全是因為 你是楚國 舊將的原因 將軍你應該切白 找過楚王的後人 立他為楚王 這就是獲取 民心的關鍵 漢良聽完之後 貌室遁開 立即多謝范曾 也留下范曾在幫忙 他立即找人在四處 尋訪楚王後裔 漢良手下 楚國貴族的後代 很多 都知道一些線索 找了沒多久 居然被他找到一個人 這個人是楚懷王的孫 叫做心 單命的字 心中的心 流落這個民間 幫人放養 漢良就派人將他接來 經過一番詢問 果然他對當年 皇宮入面的事 都居然說出來 所以 漢良 立他為楚王 仍然叫楚懷王 因為當時他很多 祖父輩的人 仍然 年紀大 都是對 老楚懷王 仍然念念不忘 所以 這個 心亦都稱為楚懷王 是為了 招攬民心 楚懷王暫時 居住在 一個地方 叫虛台 今天 浙江 虛台的北邊 陳英 做上署國上集 陳英是民間的領袖 漢良 自稱為 封為武信軍 當時 是秀二世的二年 即是 秀始皇死後 秀二世 職位兩年 已經出現了 天翻地覆的情況 那麼 漢良立了 楚懷王 是否對他日後的事業 是有很大的幫助 而接下來 他就要去 攻打 挑戰 秀國的 這個 頂梁之柱 中英的名將 張寒 究竟他們會拆出什麼火花呢 我們下一集再講